法师这个名词 主要记住 对佛法有修行 真修的 真能讲的都叫法师 法师这个名词 不一定是出家人诚 在家人也诚 这是佛教里的名词术语 我们一定要懂 和尚 法师 在家出家都可以称 在家人可以称和尚 和尚翻成中国意思 叫清教师 好像学校里面的老师一样 他直接教我的 现在讲指导教授 那我称他为和尚 这个非常亲切 他直接教我的 那学校老师很多 没有上我的课的 我们就称为一般就称老师 就是法师 法师不一定上过我的课 但是和尚一定是直接教我的 所以这个 再加上我学佛法 是跟李宾南老居士学的 我称他为和尚 那出家很多老法师的时候 他没有教给我 我称他法师 我不承认和尚 只有比丘 比丘尼 沙米 沙米尼 这一定是出家人 这个称呼 我们要搞清楚 所以法师 男女老少 出家在家 只要他懂佛法 他能够 把佛法讲给我们听 我们都称他为法师 所以在家可以称和尚 可以当和尚 而且你可以教出家的学生 这个事情 释迦牟尼佛在世 就做出样子给我们看 世尊当年在世 有一个大德居士 唯一摩居士 唯一摩居士讲经教学 你看释迦牟尼佛 让他的学生 牟尼连 摄利弗 这些人都去听讲 他们见到唯摩居士 跟释迦牟尼佛的礼节一样 顶礼三拜 又饶三扎 礼节完全相同 这就是说明 佛法是私道 老私地道 他是在家居士 但是他是老私的身份 你虽然是出家人 你是学生的身份 你就得尊私中道 那么由此可知 世尊当年在世 同时是联尊佛出世 一个世线在家 一个世线出家 释迦牟尼出家福 维摩居士再加福 地位是平等的 没有高下 那一出家就好像我很了不起了 我是众众尊了 我都比人高一等了 这出家能成就 那高一等 傲慢心起来了 你出家不生智慧 怎么生烦恼了 出家生智慧才对的 生烦恼就错了 这是一定要懂的 佛门这些规矩 这些称呼 然后我们再晓得 佛法是教学 实实在在 他不是宗教 我们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 是私生关系 趁释迦牟尼佛本思 创教的 这个老师 本思自称为弟子 弟子是学生 我们跟佛是私生关系 跟菩萨是同学关系 菩萨是老师前一届的学生 我们是后一届的 我们前后同学 这个关系啊 虽然是同学 他有能力教导我们 所以我们也尊称他为老师 可是菩萨看我们是 一定是四兄弟 对我们非常爱护 也时时刻刻在帮助我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